每逢假日 很多工人姐姐都放假 我們發現 當普和財務公司 都是他們的罪腳點 這間工人財仔店 每天起碼有50個排隊借錢 還未算外面等裸臭的40多個 是否真的有這麼誇張 我們平日去看過 看不到推著BB來借錢 但就看到他推著老人家上來 我們昨天和大家說過外傭 在街頭罪到的問題 我們還發現每逢假日 財務公司和當普 都是這些外傭的罪腳點 我們還現場直擊了這些外傭 借財仔的虛陷場面 每個人借錢 都全手禮物地走出來 每逢假日 很多工人姐姐都放假 除了在街頭看到他們 我們發現當普和財務公司 都是他們的罪腳點 部分僱主還會在網上群組 分享收到財仔追溯的短訊 原來不少財務公司 早就向工人姐姐賣手 這間工人財仔店 每天起碼有50個排隊借錢 還未算外面等著裸臭的40多個 很多時工人還帶著BB去借錢 借完有很多檸檬茶、糖等菜 是否真的有這麼誇張 我們平日去看過 看不到推著BB來借錢 但就看到他推著老人家上來 你也在這裡,可以做甚麼嗎 不知道 這裡嗎 我只是在這裡 好 請問我 你好 你好 我相信是在外面 是嗎 是 是在外面嗎 你不知道 好,你不知道嗎 不,我只是在外面問一件事 至於戒疫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用誇張來形容真的一點都不過分 荃灣這間分店長時間有近20個工人姐姐 在門口排隊等借錢 多人起上來 有些姐姐還坐在等升降機的位置 由店舖走出來的姐姐 拿著一搭現金 進去店舖走一轉 整間店擠滿工人姐姐 排隊人站在店舖外 阻塞了樓層的出入通道 就連大廈都有派職員巡視維持秩序 在旁邊的店舖上 在旁邊的店舖上 還還這間分店都大排長龍 等著借錢的姐姐排出走廊 旺角這間分店都一樣 接近差不多時但關門 都還有姐姐上來借錢 很多姐姐都聲稱 自己不知道這間是什麼公司 這幾個工人姐姐 明明整手收據小禮物 但還是說上去玩 還有些說是上來買東西 據了解 在這間公司借錢的人 都會收到不同的小禮物 就好像他們手上的 這些電子產品一樣 這間財務公司 宣傳單張和告示 除了有英文之外 還有印尼文 所以工人姐姐完全看得明白 工人姐姐上來借錢 很多都很避忌 有些甚至不斷說謊 但也有姐姐跟我們說 要借錢回家鄉建屋 是非常有名的 借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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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gar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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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想了一套 ствен 如果购买,你稍有多多,你如何格你选择? 妈,你用这方面的地购买,光购买了 只要稍少就厉害,只要什么 你就可以了吗? 你就是民心,里面 都是1600的 ate money 年 Brooklyn snap, there's a lot you already do There's a lot, because sleep I need my house to finish like almost there! almost finish you know 你 这 empresa5他们или arrange increased a hectare of harmonía 本来 helmet 你可以問我老闆 我的記錄 因為我已留在我的老闆 近乎五年 他們相信我很多 我給他們回到我 我給他們 但坦白說 他們非常感謝我 他們讓我允許 在我們GooJuido 目前是借錢的投訴度多 借了大二洞的錢 搞到第二洞的酒來上門 打電話給僱主 恐嚇僱主 甚麼都有 如果工人真的欠人錢多 真的會有人打電話給僱主 但那個人 坦白說 借錢給僱主 想不想你的僱主解僱他 不想的 你解僱了他 他找不到工 他怎樣還錢 他不斷去到債務 找到僱主說 僱主其實有些都不敢再請他 給一個月通知他 有部份 給足夠的勞工需要的賠償點 寧願停止他的職業 他說要不斷提醒工人姐姐 來香港打工的目的 其實工人來說 他離鄉別井 我們認識的工人 多數都是為了家來奮鬥 很辛苦在這裡賺了錢 大部份都要寄回支持自己的國家 如果他沒有錢的話 賺不到錢、儲不到錢 他來香港做甚麼 這麼辛苦賺錢 你借錢又要付這麼多利息 你不要濟 你為甚麼來香港工作 你很辛苦的 記得這些錢運用 是幫助自己家庭 千萬不要貪婪這些東西 他聽過不少個案 僱主很擔心自己的姐姐借財仔 而有些姐姐就是利用這件事去博炒 有些僱主是變成一些 是假財務公司 是工人想老闆炒他 因為不想給一個月通知的僱主 想轉工 想回鄉下 新事物的 那又怎樣呢 找朋友就打電話去 你的工人欠他的公司多少錢 甚麼 你不還錢又怎樣 譬如這樣說 那僱主要看清楚 很簡單 如果他收到這電話 對不起 你也知道了 工人借你的錢 他自己有責任還給你 我沒有責任還給你 那當然了 如果工人在你家 這麼不開心 要找到朋友來騙你 也想你炒他 那其實僱主應該考慮自己 找定一個工人取代 因為這次他就來找一個財務公司 下一次用甚麼方法想你炒他 你不知道嗎 老一輩都喜歡想當年 不過我們就不是生於那個年代 未必可以真正感受到 但透過電影和展覽 就可以感受到老香港的情懷了 對於香港的集體回憶 可能是紅貓、金牌、和盛事不斷的一片繁華 而對於上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 成長、生活、奮鬥的香港人來說 回憶殺又是甚麼? 在2024年 三位背景不同的香港人組成團隊 義務為長者搬屋 在青空單位過程中 收集具有文化價值的舊事物 期望透過展覽 重構老一代的回憶 John,這幅展覽館有甚麼特色? 其實這幅不是一般的博物館 我們這幅是一個體驗館 不如我帶你走走 好嗎? 現在我們看到這幅 是一個昔日殖民地式的辦公室 有所謂的琵琶椅 方板椅 和一些香港年鑑 還有這張桌子 都是以前大Sir的桌子 甚至連垃圾桶也有HK 這就是我媽媽的收藏品 這個是垃圾桶 大家看到有紅色和黑色的 全部都是人手金屬線上去 大家看到這裡 甚至是立體的 不是一個平面的刺繡 我想當年的森林雀 整晚都應該很重很辛苦 這個是涼茶 沒錯 還可以的 大家看到這個是手打銅的涼茶壺 你看看 打開裡面 只要倒一些涼茶 就可以用了 這裡所有的東西都不是道具 這裡所有的東西都是有歷史 真的文物 即是這碗也是可以喝的 沒有了 今天就 你可以看看 看到幾個字號碼的電話號碼 231 6個字 那就是六十年代或以前 這個就是馬麗江醫師的一個 我們複製醫管境 譬如大家看到 這個就是第一代的馬麗江先生院長 2021年 第二代的醫師他的兒子 馬偉忠先生 不幸地過世 第三代就沒有行醫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部分的文物 這個醫管有什麼特別之處 特意收回來做展覽 其實我從小到大 都是在旺角和大寺區那裏 頒學和生活的 其實這個是旺角和太子區的一個大地標 只要你在尼敦道經過 都會看到馬麗江三個書法節很大 因為我看了報道 知道他們將會結業 所以我就收了這批的文物回來 收集舊物造展品 除了可以讓新一代認識舊香港 還可以讓上一代面懷老香港 究竟這個博物館還有什麼看 稍後回來繼續一線搜查 有關 嘩 我有看 我們只能看 這裡 這裡